这下家一定要注意 这苹果叉的驱动排线 如果是进了液体 它就很容易挂 所以说我们点液体的时候 要往摄像头这边 不要往驱动那边 下这样点一点点 然后我们就开始加热 这个是90度 一般80度 然后我这个加热平台有点分差 我稍微收到一点 我们加热 我们刚才用了那个鸡架油胶水 然后我们现在滑一下 先把这个胶可以滑开 等一下我们拆那个鸡架的时候 因为苹果叉呢 做瓶的重点就是拆鸡架 鸡架拆得好的话 基本上已经成功了一半 因为苹果这个OLED平满 最怕的就是边缘收到质压 它会出现 你可以一边放点鸡架 它的时候放点鸡架 鸡架是 你可以用这个花椒刀 轻轻的 反正把它已经滑开了 尽量滑多一两次 它这个胶随着加热了 它都会重新黏回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剪掉这个方 剪掉以后 这个往外 一定要往外拆 然后拆的时候慢一点 然后这个胶如果它不动的话 看如果像一个不动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调 在那边 把它的胶 再滑一下 再滑一下 再滑一次 再滑一次 但这个就能 不是能往外拔得动了 我们就慢慢的往外 千万不要让它 向下压 这个这个手带一直静它 这个方鼓这样 这个是比较难拆 因为这个胶杖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注意看这个这个 脚变形的不要让它往下压 然后尽量往上 因为一压到的话就能持续 可以往上停一下 然后到这里呢 这个抬线的地方是最关键的 我们有时候再滑一下 就可以用酒精 先把这个胶线滑开 这个胶线里面有个胶 要注意滑这个胶的时候 尽量要挺到最里面 刀片就滑到这个地方 就可以用刀片就进了 线就没点 然后轻轻的滑 滑不动不要硬滑 再加点酒精 这个水清就去看了 轻松的就滑过去了 因为这个是全员的 是轻松的 远压晒过了 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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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弄得一点 然后这个刮叼鬧 注意不要碰到 弹线啊 排析啊 這個 但是 可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